再打上邀请的名字 就好比说 如果今天你的名字叫Alice的话 你在前面放个V 然后呢 后面如果是Jimmy邀请你的话 那你就在后面打上Jimmy的名字 如果是伙伴们上来呢 就打上自己的级别 在前面 然后其实今天 非常的欢迎大家进来学习 来 今晚上我们的分享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Anna Spa跟Ukorn 相信很多的伙伴们 都是对这个Anna Spa跟Ukorn 还是有很多的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今晚上呢 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Jimmy 我们的Jimmy 帅帅的Jimmy来跟我们分享 今晚上分享的Ukorn So让我们大家更加的了解 这一个酱黄素 然后从而可以帮助我们 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 然后帮助他们的健康 除了喝黄原水之外呢 原来我们的酱黄也是很棒的 来我们打上888来 欢迎我们的Jimmy 有请Jimmy 我们的君my 这里是 дорог的 这是我们的胸物 谢谢 我们的胸物 这就是我们的胸物 以及赫充我们的胸物 这是我们的胸物 然后我们的胸物 然后我们的胸物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胸物 我们这个胸物 就体能说是我们的胸物 我们又来到每个星期五 最期待的一个晚上 我们的这个什么 Zoom的分享会 那么呢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刚才原理有说 邀请你来的人的名字 打在你名字的后面 那如果你是 visitter的话呢 你要打个V在前面 自己的名字 然后你的邀请人的名字 放在后面 那如果是已经是 我们的Kengen的伙伴 我们需要知道 你的ranking是多少 请在你的前面 打上1A 2A 3A 4A 5A 6A 或以上的 然后再打上你自己的名字 好不好 那么呢 今天晚上我会分享 两个主题 那么希望在 允许的时间里面 能够很清晰的告诉你们 这个Anderspa 还有我们UKON的好处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开始来 来讲我们的这个UKON 好不好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 这个姜黄树的分享会 OK 好 技术上有问题 OK 好 来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姜黄树 OK 是什么呀 它是最主要姜黄树 是提起于姜黄的这个根 Cocuma longa 那么呢 家里的最主要的成分呢 也是这个姜黄的姜黄树 OK 被研究特别多的这个是天然化合物之一 过去30年 很多的这个科学家 经过科学研究 对姜黄进行了超过8000项的这个研究 而且呢 这个姜黄树成为了世界上很受欢迎的营养补充品之一 OK 它在这个防老的方面呢 起到什么很大的作用 而且呢 特别受大众的 什么 支持和爱戴 那么呢 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 关于这个姜黄树 OK 有8个部分 OK 那8个部分呢 就是 讲关于这个姜黄树 好 来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 市场需求与前景 为什么姜黄 很多人是讲 哎 姜黄吗 吃咖喱的时候就有吗 姜黄树不一样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市场 姜黄树在全球的市场 已经达到了多少 8400万美元的这个CAGR 超过11% CAGR就是说 复合增长率超过每年11.6% OK 我们再看看右边下面的这个图 好不好 这个美国的市场 对于这个姜黄树的 2016年到2027年的 他们的一个 叫什么呢 我们叫 预期 OK 那么呢 它是每一年都在增长 你看 特别多的是在哪里 深蓝色这部分 pharmaceutical 就是我们所讲的 医疗 或者是我们拿来 做supplement所用的 OK 好来 那么呢 请问这两张图能代表什么 证明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今天就算你不认识这个讲黄树 但是其他国家怎样 它是正在广泛的使用 而且呢 需求量正在被增加 OK 就是一直在增加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姜黄树呢 好 姜黄树 姜黄在古早印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3A Ayurveda OK Ayurveda呢 它还有呢 这个anti-inflammation 抗发炎 还有很高的这个抗氧化 OK Ayurveda呢 它是能够怎样 平衡我们的身心 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 心灵跟身体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叫什么呢 Mind, Body and Spirit OK 第二呢 就是很高的抗发炎 OK 炎症呢 是我们 导致身体会有什么呢 血管硬化 很多很多很多这种 亚健康的疾病 第三呢 吃这个姜黄树 它能够有很高的抗氧化 OK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 在台湾 OK 有医学 发现报导 黄疆树 是十大抗癌的食品之一 十大抗癌食品之一 那么呢 在研究发现的报导 他们说什么呢 黄疆树胶上 这个黑胡椒粉 黑胡椒 它其功效能够强 强啊 增强提升免疫力 到达多少 不是开玩笑啊 这是医学报告 高达两千倍 那么你只是吃黑胡椒 是没有这样的效果 要搭配什么 姜黄树 OK 那么姜黄呢 在远古时代的时候 已经成为什么 供品 OK 让日本皇室 御用了养生的极品 在日本哦 OK 日本是一个什么 长寿国家嘛 所以呢 有很高的抗氧化 而呢 还可以抗发炎 还有我们的Ayurveda 后来姜黄 风靡日本 成为强生 健体的生命药 OK 好来 再下来 这个是我们在一个 申请 一个产品 他在申请这个 在我们专利的时候呢 里面有讲到 OK 姜黄的来源于姜 OK 它是一个姜来的 OK 它的这个姜黄树呢 是从那个根筋里面提取 OK 那么 自古啊 冲神人已经习惯在饮酒前 就是喝酒之前 来吃这几种的本地野草 姜黄就是其中一个 那么呢 它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减缓 还有缓解 就醉酒 或者是宿醉的现象 那么呢 还拿来怎么样 看到吗 黄色的 发了黄色的 拿来让日本黄氏 异用了什么 养生极品 后来呢 这个黄姜啊 风靡全日本 成为身体 强生健体的生命药 它在各种这个 保健的饮料里面 都有这个姜黄粉 OK 黄姜是在北海道 广泛被种植 日本呢 本土要用植物 而且呢 姜黄里面 含有大量的姜黄素 能够 一子脂肪酸的合成 OK 而且呢 对我们的胆囊 对胆固醇的排线呢 非常的有效果 OK 保护和增强你的干细胞活用 最后最后这个 它可以怎样 抗肿瘤 OK 好 那么这个抗氧化 抗氧化 抗氧化讲很高 很高 到底是多高呢 OK 在美国有这个 USDA的database 它是用ORAC 来测量 这个抗氧化的指数 OK Oxygen Ritical Absorbent Capacity 就是说我们的ORAC 来量我们的这个 抗氧化有多高 抗氧化能力的指数呢 它可以被誉为是什么呢 The goal inside the spice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五星里面 它是属于黄金 那么值钱 那么贵 OK 它的Oxygen Ritical Absorbent Capacity 是很高 就是ORAC 很高 越高呢 就代表抗氧化越高 OK 它的抗氧化的能力越强 好 来看看我们亚洲常见的食材 我们亚洲人通常都会吃什么 葱啊 蒜啊 姜啊 辣椒啊 这个姜 看到吗 普通的姜 它ORAC的这个抗氧化值 有14840 辣椒会比较高 看到吗 辣椒是39 OK 辣椒是39 蒜呢 反而比较低 OK 那么来看看 抗氧化能力的图表 我们来比较一下 刚才我们看的 从最右边开始看 抗氧化 如果我们喝果汁 橙汁 Orange juice 它是726 好 再来 再看我们第三个的 就是我们的chili powder 就是我们的辣椒粉 OK 有23000 OK 在第二个的 Archile berry呢 是一个果 OK 它是带酸酸的 也是有抗氧化很高的 有102700 但是呢 我们的姜黄素 OK 看好啊 姜黄素是在这边里面最高的 127068 OK 好 那么 姜黄有这么高的抗氧化 那么它的疗效又是什么呢 姜黄素的疗效 OK 来看看 超过6000项的临床研究 证明了的 可以健康 在健康得到益处的 我们能够消炎 看到吗 消炎 吃姜黄素能够消炎 能够护肝 能够增强免疫系统 再来 还有什么 关节炎 糖尿病 OK 也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 这个姜黄素你吃了 能够预防 再来 老年痴呆症 OK 有抗癌的效果 再来 细胞在身 什么细胞 脑细胞 是给中风的病人 患者 它能够帮助它 再来 抗菌消炎 还有呢 这个很重要 解除宿醉 OK 降血脂 再来 最后一个 抗动脉 周样 硬化 就是我们的血管 硬化 能够怎样 改善 而且呢 能够预防 再来 黄姜素 OK 是我们新一代的project project是谁在吃的呢 project其实 是让那些 有优异症的病患者 在吃的project 但是呢 姜黄素 它有跟它 恰恰 有那么一样的好处 就是吃姜黄素 能够怎样 代替掉我们的这个project OK 那么呢 有这个 优异症的朋友 他在吃project 也可以让他去 撕下我们公司的 这个姜黄素 那如果你是 很健康 没有问题的 吃姜黄素 能够预防 优异症 那么呢 它是有什么好处呢 来 体内的一些 化学物质的变化 也会影响 我们人类的情绪 OK 为什么有些人 家财万贯 但是天天 无精打采呢 OK 那想一想 姜黄素其实 可以减轻压力 OK 还有我们的这个 忧郁的症状 OK 有什么啊 姜黄可以帮我们 提高我们的血清素 OK 是什么 seratomine OK 再来我们的这个 提高我们的 这个什么 多巴胺 dopamine OK 在seratomine里面的 血清素可以帮我们 放松我们的心情 OK 有些时候你很紧张 很紧奔 压力很大 这个能够帮到你 再来 dopamine 可以提高我们 爱的幸福感觉 OK 那么呢 这个是一个 荷尔蒙的调合 在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你有吃 这个姜黄素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 提升这两样 是什么 seratomine 还有dopamine 好 天然的姜黄素 种植的重要性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很多种植 你要它种得快 种得多 是吗 要出口 要做什么 就是要出口了 他们会往往呢 会放很多什么 农药 但是我们Kengen的Ukon 种植区域呢 是在Yanbaru 冲绳岛 看到吗 Yanbaru在整个 日本的最底部 的冲绳岛 OK 冲绳岛的北端 那么呢 Yanbaru在日本 OK 日语中呢 通常被称为 大自然的宝藏 Sizhen no Takara 也就是说 它是全天然 那个地方种植呢 是没有用农药的 好 来 姜黄素 还有什么好处呢 OK 这是我们 临床测试 OK 它用我们的 这个Kurkuma longa 吃了这个姜黄素 Tumaric的这个疗程 它可以怎样 治愈我们的 这个脱发的问题 OK 再来 还有很多的这些 护肤品啊 Conditioner 头发的 保养品 里面呢 都有 Tumaric 都有姜黄 看到吗 防止 防脱 还有浴发 看到吗 对头发 非常非常的好 来 我们还有这个见证呢 就是 它用一棵的这个姜黄素 而且呢 用PH6.0的 美容水 再放在 它的这个 喷雾气里面 将一颗 Wukon泡在 美容水 给它溶解 然后呢 喷到头发里面 去怎样 护发素 当着护发素 来这样子用 好 姜黄素 姜黄 在我们Kengen Energy Kengen里面 是怎样生产的呢 来 姜黄收割的季节 从不同不同的农场 在OKINAWA 他们就会收集 回到工厂 那么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收集了过后呢 他们会筛选 OK 筛选 姜黄 再来 我们的姜黄呢 有两种 OK 做这个姜黄 我们吃这个 Kengen Wukon的时候 OK 很多人说 我吃姜黄 我会发热气 会什么 但是我们的Wukon 恰恰相反 因为我们有 怎么样 有两个不同的姜黄 来形成的 这个姜黄素 从有这个 春季的姜黄 还有秋季的姜黄 那么那春季的姜黄呢 它的精油成分 还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矿物质 还有它的精油成分 的好处是什么 加强人体的消化系统 降低血脂 降低胆固醇 哇 这个非常的好 我还是有再次 那还有呢 我们秋季的姜黄呢 它有怎样 较高的姜黄素 它能够舒缓宿醉 增强我们的肝脏排毒的功能 OK 肝脏的功能 这两个姜 姜黄 如果mix在一起 我们吃下去的 就没有你吃咖喱啊 只是吃姜黄粉那种 姜黄粉那么热 所以呢 不会有 怎样 够热的现象了 好 再来 我们姜黄素呢 的成分 与正数 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看到吗 我们的每一颗姜黄 都有这个 Squarin 为什么会有这个 Refined Fish Oil DHA Rice Oil Extract 这种甘油 为什么会有呢 还有植物油 看到吗 因为姜黄 如果你只是用粉 来这样子 冲泡来喝的话 它是不能够 怎样 这么好的吸收 姜黄素 它要配合 油性 油脂 或者是我们讲的 植物油啊 Fish Oil啊 这些油 融合在一起 我们怎样 才能够容易吸收 得到这个姜黄素的 你看 主咖喱也是要放 那个油嘛 对吗 所以呢 姜黄粉呢 他们主咖喱 要用油 才能够融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是用 姜黄粉 来泡水的话 我跟你说 Sorry 你不能够百分百吸收的 很难吸收 而且呢 你很难带去 带出去 带出去 外国 或者是带出去 去公干 去外面的时候 你就很难带出去 我们的 一排一排的姜黄素呢 它就能够很容易的 带出去 而且呢 卫生安全 OK 如何进行包装呢 还有的这个 密封的过程呢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呢 我们有专利的 把这个 最有抗氧化的姜黄素 放在我们这样子 一排一排的物框 让你能够随便 叫什么呢 容易携带 OK 好 刚才来到这个姜粉末 OK 人体不容易吸收 而且呢 不方便携带 一般来说呢 他要通过吃这个姜黄粉 他要吃很多 他才能够怎样 吸收到这个姜黄素 姜黄素跟姜黄粉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姜黄 OK 要打磨 晒干 就是晒干 打磨成粉 OK 从这个姜黄粉里面 才能够萃取一点点的 什么 姜黄素 OK 那么呢 有些产品啊 在市面上啊 他们讲很多很多 这个姜黄呢 什么 但是呢 姜黄素的成分呢 是很少的 OK 那么我们呢 这个是concentrate的 每天可以的话 就吃五颗 那么呢 在日本健康 以营养食的协会呢 都我们公司呢 Energic呢 在这个工厂呢 得到什么 良好的生产规范 OK 日本健康 以营养食品协会呢 都颁发给我们什么 Good Manufacturing Products GMP OK 就是说 我们有跟着流程 去生产这个姜黄素 从你第一天吃 到你到 五年后吃 十年后吃 都是一样的 quality 一样的 生产的规范 OK 我们不能够乱来 因为是吃惊 身体的 再来 在日本的Pattern Office 日本的专利局 OK 专利局 我们的胶囊呢 是得到了专利的 OK 有专利的证书 也就是说 我们是用Cangan水来包着 我们的姜黄素 OK 那这些呢 都是不能够用钱买回来的 这些证书都很难 或者是不能够用钱买回来 OK 那么呢 得到这些证书的 都说什么呢 就是 震惊不怕红如火 我们的产品呢 你随便在市面上 拿去看 拿去验的话 一定能够达标 而且呢 没有这个危险的成分 再来 我们日本的食品卫生法 就是我们日本的这个卫生局 我们叫什么了 马来西亚叫卫生部 日本叫厚生劳动省 都有这个测试的结果 而且呢 是符合我们人体使用 OK 人类使用 OK 是安全的使用的 再来 我们的日本呢 还有呢 大言许可 就是说 它可以 让我们有这个证书 让我们可以怎样 去贩卖 我们的这个 姜黄素 那么好的姜黄素 还有一个 在美国 OK 我们也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的认证 OK 那么如果有朋友是想要了解 我们的UKON 到底是哪里哪里的 有认证呢 你就给他看这个 US的 美国的 FDA OK 这个证书 关于我们的UKON OK 有食品设施的注册 就是我们生产的工厂的 是有通过一系列的考核 才能够拿到这个 FDA的Apple 再来 姜黄的见证 OK 姜黄的见证 我们有什么 看到 从左边的图 变右边的图 OK 那么呢 这个呢 指甲 它有这个 这个发言 OK 那么呢 到我们的右边呢 完全的痊愈 还有呢 看到吗 手指 灰烂 OK 那么呢 敏感 接下来吃了过后呢 它完全完全的 抗氧化 帮助到它 而且呢 已经复原了 再来 我们的这个姜黄见证 有用着什么 姜黄茶 OK 姜黄茶 来做Mask 看到吗 放那个cream下去 我们来做Mask 一半边点 看到吗 做了过后 特别的美白 OK 特别的美白 特别的好 马上见笑哦 除了吃 还可以拿来做Mask 那么呢 我们姜黄 还有什么 姜黄公司 除了有生产 这个姜黄素 那么呢 我们还有做什么呢 姜黄的肥皂 OK 姜黄的肥皂 到底有多好呢 那么我们姜黄的肥皂 里面有三大 什么 我们的ingredient 叫什么呢 我们的含 含有什么 姜黄素 蜂蜜 日本柑橘 先跟你讲一下 我们的姜黄素 OK 是百分百有机的 用什么 Energic 独家开发的姜黄 那么呢 例如 我们还有添加 许多的这个 维生物和矿物质 例如 维生素B6 维生素C 我们的钙 铁甲 OK 姜黄最重要的成分呢 就是姜黄素 姜黄素 需有什么 用这个姜黄的肥皂 OK 我们具有消炎 抗菌的作用 对皮肤极为 有益 接下来还有蜂蜜 OK 蜂蜜也有丰富的什么 必须严肃 可以使我们怎样 皮肤变美丽 OK 蜂蜜具有天然保湿的特性 可以舒缓干燥 OK 受损的皮肤啊 你吃这个蜂蜜呢 用这个 这个乌矿的肥皂呢 怎样 具有抗菌和抗氧化的特性 可以帮助治疗 很多很多的皮肤状况 舒缓皮肤 减少皱纹 还有细纹 非常的棒 那么呢 如果你有用这个蜂蜜来 它可以帮助你怎么 恢复你的皮肤 头发 头发中的水分平衡 使我们的皮肤发光 有光泽 而且 减少粉刺 哇 你看这个肥皂 非常的好 OK 再来 我们还有加入这个 日本柑橘 而且呢 在日本柑橘 它含有什么 大量的维生素 锡和B1 那么呢 还有许多有益的 营养矿物质 有助对抗衰老 OK 出镜什么 年轻皮肤 OK 冲生蓝带人 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群人 蓝带人最喜欢的 就是用这个 日本柑橘来做 自然的 抗老的方法 好 那么呢 我们 这个 Energic的 酱黄肥皂 它如果配合这个网的话呢 它可以怎样 可以让你用到 很久 它不会散掉 这个肥皂它是很 高品质 它不会用了一下子 一两个星期 它就散掉 基本上你放这个网的话 它会打很多泡泡出来 OK 那么呢 这个网呢 也可以 跟我们一起 买肥皂的时候 一起询问 都有个卖的 OK 好 那么 看到吗 我们的客户 的见证 自从用了这个 姜黄的肥皂过后 它配合 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 Energ Spar 等一下会讲到 那么呢 它的这个手 从很多的这个斑点 皮肤的问题 然后呢 变成右边的这张图 怎样 淡化了斑点 然后呢 皮肤改善了 看到吗 有没有跟之前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呢 这个酱黄 是非常的有效的 再来 酱黄的 酱黄素的茶 如果你不能够吃酱黄 那么多 你喜欢喝茶 我们都有 酱黄茶 那么呢 酱黄茶就好像我们的 还原玉金茶 那么好 它呢 这边写着 英文写着 这个Tumorate O'Conn 是 Belong to Ginger的Family 这个茶呢 是 Consider Natural 自从谁啊 Royoku Dynasty Aging 就是1929年 到191879年的时候 这个黄草 他们都在 饮用这个酱黄素的茶 那么呢 看到吗 1429年 到1879年 OK 我们的这个酱黄茶 可以 热喝 冷喝 也可以的 OK 那么呢 也是 日本人最喜爱的 健康食品之一 OK 日本冲绳 是世界上 这个长寿的 之乡 就是他的那个 这个地方 的人很长寿 OK 是因为他们 使用酱黄 被认为 冲绳人 长寿的主要原因 所以 这个酱黄 你不可以 互使 那么呢 酱黄 在这个冲绳岛 更被誉为什么 日本琉球王朝的 玉品 OK 就是他们供这个品 给日本的国王 去饮用的 那么呢 在Yanbaru 看到吗 在Yanbaru的北部 种植大量 百分百有机的酱黄素 我们能够 轻松的享受 然后呢 得到健康的好处 他不使用防腐剂 也没有使用人造色素 没有添加物 OK 我们的酱黄茶 你打开 就可以立刻的享用 OK 它是怎么样 在日本来讲 它是能够 治愈 在日本呢 酱黄是说 可以治愈 50多种的疾病 有保健巨星的领域 那么呢 酱黄茶 则是亚洲人 最喜欢喝的 饮料的一种 它有什么 液体精子 看到吗 最下面那句话 有液体精子 就是 Liquid Gold 的一个别称 OK 那么 女性喝了 怎样 有吧 有好处 OK 有什么好处呢 女性喝 姜黄茶的好处 是什么 它能够预防 越进步调 这些 都有这种 城市啊 工作的压力 这种越进步调的话 你能够喝这个 来预防 再来 平时女性 多喝姜黄茶 还能怎样 淡化色斑 美白肌肤 那么其他的 不用讲多多了 最后一个就是 女性喝姜黄茶 最好的好处是什么 活血调精 快速加快 女性子宫的收缩 OK 那么呢 它能够加快 月经的排除 对女性的月经量少 或者是月经不调的 种种不良症状 都有很好的 预防和缓解的作用 好 再来 给你看一个 如果是说 你觉得 哎呀 很麻烦啊 我直接用这个 姜黄茶 刚才是用姜黄的 乌宽的姜黄素来做 这个是姜黄茶 看到吗 它撕开来 OK 再放11.5 去泡 放一点点11.5 然后把这个 paper mask dip下去 就拿来做 mask 这个是 before 再看一个 after 马上起到什么 美白的作用 OK 看到吗 亮丽了 这是before 一个after OK 那么呢 在很多的报道都有说 哎呀 我们的这个姜黄啊 OK 经过研究啊 摩大精神啊 可以预防什么 报纸写的哦 可以预防多种的癌症啊 OK 这2007年 美国最全能的国家卫生机构 它批准啊 姜黄素用于对付 四种的 临床的实验的这个病啊 有包括什么 直肠癌 疑犬癌 老年痴呆 和多发性 骨髓流 OK 随后呢 乳全癌和关节炎等等 都陆续在这个疾病的 临床试验也被陆续批准实施 就是说 他们有用这个姜黄素来对症下药 OK 就是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在美国 OK 那么这个你可以追寻回去 他们的光泛的资料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在我们本草纲目里面呢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他里面都有说 姜黄也是有详细的记载 它是什么呢 能够除风热 除什么 消难 消臃肿 OK 古方用姜黄来制风势痛 看到吗 古方呢 是用来制风势痛 也能够制什么 心痛难忍 OK 刚才说啊 吃姜黄怎样 可以让你更加的有幸福 OK 感觉到被爱的感觉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们美国抗癌协会 Bob Wright 他都有在他的写 他自己制作的这个 Culing Cancer Not People里面 都有写 The two best formula I found of ENERGY WUKON OK 他讲啊 WUKON呢 是TUMERIC OK 两个呢 都能够怎样 帮助到有效的抗肿瘤 抗癌的 在这本书里面 他都有写过 那么呢 如果他说啊 你用这个黑胡椒 配上我们的姜黄素啊 他可以怎样 让我们的身体 能够达到2000倍的 这个效果 而且呢 吸收特别好 OK 这边他的书都有写的 再来 我们的这个ENERGY WUKON呢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OK 看到到 人现在里面有28人 好 那么呢 我们团队里面 都有做不同不同的促销 来把这个姜黄素 让你的顾客 都能够享有一整套的 有姜黄肥皂啦 姜黄的这个胶囊啦 还有这个姜黄茶的 OK 都可以卖给你的客户 或者是今天被邀请来的话 我们的这个姜黄 都有 这样子捆绑销售 或者你要单买 都没有问题 OK 好 那么呢 我的姜黄的 这一part的故事分享 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分享呢 就到此 那么呢 把这个麦克风 交回给我们的 思宜 好不好 那么我要准备下一part的 关于Energic and SPA 谢谢 嗨 听到姜黄的分享 有没有觉得很棒 来我们给个666来 感谢我们姜黄的分享 然后刚刚呢 大家有听到的就是 我们的姜黄棒不棒 我们的姜黄跟市面上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春季的 也有秋季的 然后呢 我们的包装呢 也比别人好 对不对 也很棒 然后也会有抗养的 我们的包装 so 如果你们大家都很了解 姜黄了 刚刚姜黄跟你们的分享 那你们就大力的推荐 给身边的朋友吧 让他们也得到一个健康 so 刚刚 Jimmy就分完 玩那个Ucon了 so 我们还有今晚上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EnerSPA 我们的EnerSPA呢 也是很棒的 so 我们的EnerSPA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今晚上就来听听 Jimmy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OK 好 那么经过短暂的休息 现在喝一口水 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就要分享我们的这个 EnerSPA明星产品 好来 让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就问你一个短的 一个小的问题 好 谁在这个群里面 是已经安装了EnerSPA的 可以打上一个888吗 OK 那么如果你拥有了EnerSPA 同时也拥有我们的 姜黄素的产品 可以打上一个999吗 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OK 有吃过有用过的就会知道 看到吗 没有抱抱抱抱 没有抱抱抱抱 那么等下你就要听我好好讲 然后你今天呢 马上下单 OK 那么呢 有丰富的礼物 赠送 那么呢 好来 EnerSPA 每个人都有听过 每个人都有听过洗澡 对吧 很重要 OK 我们呢 这个保健品很重要 但是呢 现在我要跟你说 洗澡 洗澡 沐浮沫浴 泡 泡 泡澡 也是一样重要 那么我们公司呢 另外一个明星产品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我们的姜黄素 另外一个明星产品呢 就是我们的EnerSPA 日本温泉 SPA OK 到底怎么好呢 SPA 你们有没有想往过 哇 我每一天都能够怎样 泡在日本的温泉里面 享受着 日本温泉的 这个温泉浴 当然 它的这个水呢 大有学问的 那么呢 我们公司 一向来做的是什么 还原 OK 还原我们的这个什么 抗氧化 还原我们的这个 高抗氧化的水 再来 还有一个还原 就是我们把 日本温泉的水 还原了 把它带到你的家里去 好 那么呢 现在让你看一个小的 短片 我够认识 有吗 我早就遥运到 我早就留意的 四个 我 很烦 我 好 我 有 我 1 2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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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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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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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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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引起急性肺水肿 肺炎、肺气肿、硬肝化、动脉僵硬化 甚至是癌症 科学家他研究了证明 律不仅是可以透过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摄取 也可以经过皮肤吸收律的 造成人体的影响 包括什么 有膀胱癌、肝癌、直肠癌、心脏疾病、动脉硬化、贫血 高血压看到吗 冲凉的可能冲出来了 过敏症状都是跟绿油相关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讲的 本文的所有的字据都是从 Camsys Laboratory, Dr. Reedy, PhD 的文章拿出来 自来水本来就是应该一个很安全的饮用水 往往在不同的国家 他对这个治水有不一样的处理的效果 为了要压抑这个水中的细菌生长 通常都会处理这个水的时候加入什么 绿 绿在英文叫什么呢 叫Clorine 最近科学家发现 证实了有加这个绿的水 因为绿跟水的有机物 绿跟水中的有机物 产生结合 能够产生什么 三鲁甲原 这个三鲁甲原就是一个致癌物来的 水越肮脏 它加的绿就越多 所以产生的三鲁甲原也就会越多 那么这种化合物 它们产生的三鲁甲原 就算煮滚了这个水 也不能够去除的 那么来大概跟你们科普一下这个绿 它到底是怎样进入人的身体的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毛细孔 皮肤、臂腔、口腔、肺部、眼睛 蔬菜、水果的表层 都能够吸收这个绿 那么我们吃进去身体的话 就是怎样 马上就会接收到这个绿 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细胞最大的器官 它的毛孔 如果你碰到有绿的话 它很容易通过这种细微的毛孔 进入到你的身体 而且吸收 吸收了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呢 根本是没有好处 含有绿的水 你冲凉的时候 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从你的呼吸到 吸收就已经有40%了 40%是用你呼吸的时候的绿气 你是吸收进去 三层是用你的皮肤吸收 那么通常我们通过饮食 进入身体的话 的绿是6到8倍的 日积液累就是说我们日积液累到中年的时候 致癌的机会就是因为透过你洗澡 没有把这个绿气除的话 能够怎样 透过洗澡 皮肤吸收 能够把我们的致癌的绿增加 30% 恐怖恐怖 非常恐怖 接下来我们的水烧开了 后 更的危害 危害更大 OK 绿在受热之后 就是我们煮烫了 过后 有机物质跟这个什么 三绿甲原 OK 能够形成什么 致癌的物质 三绿甲原 比刚才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甲原更严重 三 三乳甲原 这个三绿甲原 它是自来水的三到四倍 也就是说你把它放大了三到四倍 如果我们的绿不去除的话 我们包滚了的水 里面有这个三绿甲原 我们拿来泡咖啡 泡茶 煮汤 经过煮沸后的这个水 我们的身体吸收的话 马上增加三到四倍的自来物 这个是研究的发现 不是我说的 OK 长期饮用 有绿的水会导致什么 看到吗 我随便讲几个 有贫血症 OK 膀胱炎 直肠癌 高血压 看到吗 高血压 还有呢 如果是说儿童 你给他冲凉 用这个有绿的自来水的话 会怎样 会使他的头发 产生这个什么 涉裂 裂开 使我们的皮肤 漂白化 皮肤成脱落 而且产生什么 起氧无比的 有皮险 OK 而且有过敏症 OK 为什么有些小孩子 或者是有些成人 他会讲 哎呀 这个水 需要找出来会有痒痒的感觉 这个就是绿在作怪 OK 那么呢 最严重的时候 如果这个绿 在周围的空气 它能够 形成什么 三绿 化氮 化氮 然后呢 它能够损害我们的眼睛 还有我们的喉咙 呼吸到 而且呢 能够怎样 严重的话 能够导致 我们的消喘 肺气种 能够消喘 OK 好 如果是孕妇 他使用到有绿的这个水的话 能够怎样 对胎儿的这个心脏 心啊 肺 成长呢 会有这个影响 OK 会导致什么 新生儿 心率不齐 心率衰竭 以及呢 肺部功能 有这个障碍 所以你说 普通人如果是 这个绿啊 他吸收过度的话 或者是长期来吸收 来皮肤吸收这个绿的话 你过小孩子的话 冲下去洗澡 你说会不会更严重呢 来 大家再三思一下 再来 绿气毒性强啊 如果轻的话 能够怎样 呛吼 重则夺命 这是报导哦 自来水绿 余绿量提高四倍 看到吗 饮用加绿的自来水 胎儿的心脑 缺陷增加 所以呢 不是开玩笑 这个水管里面 我们不知道 它有什么东西 有绿的沉淀吗 基本上如果是说 你的住宅区 你住的那栋楼是新的 对吗 里面的喉水管都是新的 Ewen那个 这么水水乡 那个Dunky也是新的 但是 从我们的这个过滤站 来的那个喉啊 全部都是生锈的 OK 那么如果你的家里是 老屋啊 或者是住了 有好几些年份的话 我可以肯定跟你说 你的当地上面 沉淀的 或者是里面的水 的绿 是超标的 不要不相信哦 那么呢 头发受损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 左边的这个头发 整齐漂亮 但是受损的毛发呢 就会讲 裂咯 它的这个 磨耗 它的表皮 头发的表皮 而且呢 要是受损 更加加剧的话 就讲 断毛 分擦 分擦毛 裂毛 那如果你换了一个水 换我们 Anna Spa的水 来洗头啊 洗澡啊 这些问题 通通都能解决掉 再看我们这本书 OK 这本书 我们去采取里面的 两个的重点 OK 经皮肤吸收 比用口吸收 严重准备 我是说这个绿啊 肝脏会发挥不了 它的功能 因此呢 人人体内有90%的 这个肝脏会发挥什么 sorry啊 肝脏会发挥 它的解读功能 解读功能 因此呢 如果是经过口 吸收到身体里面的率 90%以上的毒性呢 会被我们的肝脏功能分解 但是呢 进入身体的毒素 如果是通过皮肤吸收 OK 这个很重要啊 部分会储存在皮下组织 其他会从皮下组织的 血液 淋巴液里面呢 进入到我们人体里面 在循环 所以呢 最后这两句 经过口吸收的 90%以上的毒素 可以排出体外 是靠我们的肝脏 但是经过皮肤吸收 高达90% 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 哎呀 有些会有淋巴癌啊 种种种种种种 这样子的癌症 离不开 这个绿 来 我们再去看一下 如果有过敏的话 就是因为绿 OK 你洗澡 要看看你洗澡的水 有没有好好的去对待 好好的去 怎样 预防这个 率过高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这个鸡 我们的这个 NASPAR明星产品 怎样去去除这个率啊 再来 如果有率 你在洗澡 实际很长 或者是长期 接触到自来水的话 脱皮加速衰老 头发分叉掉落 干涉断裂 这些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再来 如果你如果长期是 用自来水加热了 在洗澡的话 你会有皱纹 衰老 暗淡的射斑 看到吗 那么呢 鱼粒呢 有鱼粒 泥沙细菌 也是有重金属 可以怎样 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皮肤 年轻 快速的老化 快速的氧化 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用这个水 来洗澡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 预防掉所有 我们这些不想要的 OK 就是我们的水啊 现实啊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年代 这个水啊 受污染 非常的严重了 OK 看到吗 刚才这个照片 跟之前的姜黄一样 我们的客户 通过吃什么 姜黄 用这个姜黄的肥皂 美白 OK 再来 用我们的这个 Anderspa的 日本温泉水 来洗澡 它能够怎样 达到我们的这个 淡斑的效果 再来 北海道 二股雷温泉解决 为什么我们要解释到 这个北海道的 二股雷温泉呢 OK 因为我们的这个 石花灰 石花灰 是从这个温泉里面 萃取的 拿起来 做成我们的filter 放在我们的Anderspa 里面使用 那么呢 在这个 北海道的 这个这么好 这么棒的一个温泉区里面 它的这个 水啊 OK 它有很好的功效 有这个钙离子 有抗菌性 碳酸的效果 非常好 OK 那么呢 我们的石灰花 成分里面 有什么 碳酸钙 95.75% OK 那么呢 它的种种种种 叫什么 微量元素 我们讲的这种叫什么 矿物质 OK 我们都吹起来 放在我们的 Anderspa的filter里面 那么呢 给你看看 我们的Anderspa 明星产品 它是不插电 你买一次 就可以用一身 用一室 OK 那么呢 里面有这个 很重要的 叫铝磁铁 这个铝磁铁里面呢 被人们呢 通常称为什么 磁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被目前发现 这个性能最高的磁铁 为什么呢 它的耐温 可以达到200摄氏度 都不会变质的 它的性能稳定 OK 而且呢 广泛被人使用 成为一个很强的 这个磁铁 所以它叫磁王 在我们的Anderspa里面 我们使用世界上最高级 而且最强而有力的磁铁 能够怎样 磁铁为什么 因为磁铁能够 把我们的水分子团 进行小分解 而且呢 让这个水分子呢 活化 变成呢 很少很少的 刺激性的水 OK 同时能够 帮助矿物质分解 而且溶解于我们的水里面 通过我们的这个滤芯呢 加我们的陶瓷过滤芯呢 能够 高效的磁子矿泉水呢 让我们冲凉的时候呢 我们洗澡的时候呢 可以怎样 有这个 很高水平的 红外线辐射 而且负磁子呢 跟有这些活性石一起呢 进行呢 磁化 我们水经过的时候呢 我们就拿到这些 有红外线啊 有负磁子啊 有活性的 这个水呢 一起洗澡 那么呢 看到吗 这是我们业界 OK 在外面你可能看到很多 其他其他产品 我保证你们没有看过 SPA 在这个SPA机在市面上有的卖 除了Energy 为什么呢 我们是业界 首次是用双绿星 OK 两个绿星 那么呢 绿星有什么 石灰花 刚才我讲的这个石灰花 有什么呢 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表皮 吸收 而且呢 抗菌 有镇定作用 OK 那么呢 它能够解除我们的这个疲劳 而且呢 降低血液的pH 0.1到0.2左右 那加上我们这个星里面 还有什么 活性石 活性石呢 它有全世界最高水平的 圆红外线的辐射能量 远红外线是好的 它和这个负离子产生能量 那么呢 这个天然活性石的石头 它有什么 释放比电气石的原石高30倍 再来 麦番石 有25,000种以上的矿物质构成 25,000的矿物质组成 然后呢 让这个什么 可以起到净化水 调整水质的作用 OK 拥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那么呢 还有燭碳淘星球 就是能够怎样 去那个味道啊 防止能够可以 净化我们的这个空气 防止这个气化的功效 再来 我们的这个水呢 很简单 那怎么安装呢 你不用很多的改装 你买一台回去 从你的自来水 去到你的这个 过滤的这个水星 这个我们的过滤 净水过滤器啊 过去了过后 就变成我们的温泉石的这个水 然后呢 然后呢 有这个按摩的花沙 那么呢 是有净水滤筒 去到我们的magnet 再去到我们的陶瓷 再到我们的这个花沙的 好 那么呢 没有插电啊 没有插电的 这些呢 就是我们整个 Anna Spa的结构 里面简简单单 一点都不复杂 它回归 怎样 让我们洗澡的时候呢 能够去除 对皮肤影响的利器 OK 能够混合天然 天然温泉 的这个矿物石 对老化 对斑点 对雀斑 对皮肤的 这种痒啊 都有帮助 保护头发 使回复 顺滑跟光泽 哇 对头发 特别有效的 OK Mineral Ion Water Activator 好 到最后了 这个呢 其实我们能够 对我们自己好一些了 免受这个绿啊 铁锈啊 或者我们讲的 山路甲原的危害 人 和宠物 都离不开水 都是息息相关 女性啊 最希望拥有什么 女性啊 我们先说女性啊 最希望拥有健康 还有这个肌肤 和靓丽的修法 但是呢 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个人 和动物都很爱美啊 人们呢 往往在这个 各种的保养 和有清洁下面 清洁的用品 就是我们的那种 洗澡水啊 全部都买很贵 很好的 但是忽略了 平时我们用来 淋浴 用来洗头的水 很多人都忽略了 因为呢 头发和肌肤 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蛋白质 OK 水中的绿 OK 我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绿啊 水中的绿会酸化 这个蛋白质 使我们的毛发 还有肌肤受损 绿啊 而且呢 从小 就开始接触的话 你的严重性就越高 另外 对家里的宠物 毛色和皮肤 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你爱你的宠物 也可以让这个 来跟他洗澡 OK 当人体和宠物 吸收过多的绿 它会怎样啊 这个绿会直接 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照由我们的肾脏来代谢 如果你长期 吸收这个绿的话 体内的 寄存的这个 很多的绿啊 OK 会影响什么 肾 肝 肾脏功能 的免疫系统 如果你的肾脏功能 不佳的时候啊 你就会呈现什么 呈现中毒的现象 而且呢 这个绿在水里面 跟有机的物 接触后 刚才我跟你说 会形成一种 有害的负物质 叫什么 三乳甲原 OK 它是致癌的 而且医学临床报告 在internet 你也找得到 它的英文名叫THMS OK 三乳甲原 你去找 OK 它能够致癌的 那么呢 我们 Anna Spa 是我们Energy 在业界首次采用 双立心 OK 绿进水过滤系 还有陶瓷过滤心 处理这个高效能的 这个矿泉水 Anna Spa 将公认为 有进化水中的 什么 污害的这个物质 三乳甲原 能够完全去掉 而且去掉我们的这个 绿还有铁锈 然后呢 在经过麦饭时 调整的作用 具有自然最高水平的 远红外线的辐射 和 负离子发生 那样的活性时 好像很 很复杂 对不对 它有很高的红外线 辐射 能量 再加负离子 这个能量 再加这个活性时 一起进行 桃花 OK 经过滤心 我们拿来洗澡 能够解决我们 很多很多皮肤的问题 好 来 最后一张图 今天 你们如果选择 把这个 Anna Spa 带回家 恭喜你们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还没有用Anna Spa 之前 看上图 右上图 它的水呢 是什么 橙 什么颜色 我也不懂什么颜色 我看到是黄黄色 但是如果是用Anna Spa 出来的水呢 它是呈现蓝色的 OK 那么呢 我们如果每一天 都有享用到 这种Anna Spa 过滤过后出来的洗澡水 我们 哪怕是站着用花洒 冲凉 或者是拿来 蒸泡这个水 都对我们的身体 非常非常的有益 OK 那么呢 今天 我的分享就到此 刚才所讲的是 Ukon 我们的姜黄树 OK 很高抗氧化 有Ayurveda 有抗发炎 有什么 这个抗氧化很高 再来 我们有我们的姜黄的肥皂 姜黄的茶 都是有机种植 从Okinawa Yambaru 种植出来 百分百有机的 这个 姜黄树 再来第二部分呢 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 我们的Anna Spa 是我们在行业里面 第一个推出 用两个滤行 OK 来制造的这个Anna Spa的水 当你洗澡呢 不会有这个 过于的滤 让我们的身体呢 危害我们的身体 那么呢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 我把我们的这个麦克风 交回给我们的司仪 演绎 好不好 谢谢 来大家 我们的机密分享的棒不棒 来我们来给个555 来感谢我们的机密 谢谢 然后其实大家听到这样多了 刚刚的UKON 的确吃了也让我们健康 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 然后我们的Anna Spa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原来我们在 一直在洗澡的话 都是在用自来水的话 那个其实就是在氧化我们的皮肤 可能我们就会有 就好像刚刚Jimmy在讲的 可能我们冲凉15分钟 然后我们就是已经是 多少公升的污水了 就是喝了一公升的污水 有一点恐怖 要是我们今天待在 洗澡的时间半个小时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 已经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我们的那个UKON 跟Anna Spa了 然后今天呢 我们呢 如果你们听到有这样好的话 很想将Anna Spa带回家 或者你们自己也想投资 这一个UKON来让你们自己 更加的健康 今天下单呢 我们会有 四只的Enhancer 我们会送四只的Enhancer 跟一件我们的AC Group的T-shirt 但是呢 这个T-shirt呢 是没有的Senseize的 So 我们就是 要有这一个 这样的Promotion今天 下单 然后我们给500块钱的 订金 给500块的订金 然后你们就可以将 这两个赠品 带回家 还有 想呼吁一下 So 因为我们明天呢 我们有这一个 我们在Senseway那边呢 我们有这个 十周年的 这一个 庆典 So 我们也希望说 AC Group的伙伴们 大家都可以穿 这一件衣服 出席 So 在上课的时候 早上training的时候 不是在晚上 晚上那你们就要 扮美美 So早上training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穿上 这一件 AC Group的T-shirt 那我们的AC Group 就看起来就很棒了 然后我们也很多的 我相信还有外国的 Leader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AC Group So 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为止 So 想要下单的朋友 那就赶快了 在今天12点前 下单给个订金500块 那你们就可以将赠品 带回家 谢谢